呃 呃 你怎么临成这样了啊 我出门吃饭的时候还没下雨呢就没带伞 你不知道今天有雷震宇啊 全公司的员工都在公司吃饭 你一跑路去干嘛呀 哦 没什么 我就突然想吃那家的菜了 哦 突然间的刺我 呃 哎呦 哎呦 擦擦吧 呃 谢谢谢谢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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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感冒挺严重的 你回去休息我给你请假 呃 我工作还没有完成呢 呃 一会儿看情况吧 我那侯有一份感冒药 拿来给你盯着 好 谢谢 没了 散了 帮她买一盒去 喂 赵总 好好好 我马上发 伯母 买块感冒药呗 谁感冒了 阿淳感冒了 我呢 要去给她买感冒药 这不吗 刚接一电话 让我传一个紧急文件给客户 帮我跑一趟 好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如果阿爽师兄知道是我买的 会不会宁死不吃啊 那就等她吃完了再告诉她 她还能吐出来啊 怎么回事儿 喂 师妹 叫你买盒药怎么买成这样啊 不关于宫师兄的事儿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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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爽不是感冒了吗 本来是我去给阿爽买药的 完了我突然接了一个客户电话 让我发一个紧急文件 就让 葳葳师妹帮我去买了 衣服 你们去哪儿啊 你们不加班了 回去啊 我衣服都湿了 把你车弄脏了怎么办 这不是去晓菱家的路啊 去我家 你家 近一点 还有 不用担心会把我家弄脏 你说她是你家弄脏了吗 我家弄脏了 我家弄脏了 送你去那儿去 我家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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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东西 我家弄脏了 你这样 最后弄脏了 我家弄脏了 你这样的人 你这样就真爱 你这样的东西 我家弄脏了 你来吧 我这里很少来客人 你穿我的拖鞋 那你怎么办 在客厅等我 你托鞋只有一双 看来我是第一个来这儿的 下雨天 怎么不带伞与跑出去 冤枉 我出去的时候 雨都停了 谁知道 回来的路上 又下起来了 阿水难为你 你怎么告诉我 那 你多没面子啊 你多没面子 委屈吗 财布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阿爽师兄 应该对我也改观了 遇见你我才知道 你对我多重要 真没有人能感觉到 你最甜美的笑 我再 不用把别人寻找 因为我已经找到 我们的缘分看好 不许别人打扰 搭配安心的美妙 只有我们知道 静静 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静静 围绕你每分每秒 你对我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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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 把诗衣服还下来 没穿过的 大神的衬衫和裤子 不要 难道你要我穿过的 这衬衫没见你穿过呀 很小信心吧 随便拿的 赛嫂呢 你们两个不应该一起上班吗 今天周六 来吧 而且她感冒了 巧了 阿爽也感冒了 这下雨天 回去吃了空调肯定会感冒呀 老三 你也注意点啊 嗯 老大 老大 你家属她 生病了 对 有点感冒 鱼公和鲁说了 叶工和鲁说了 我没有听到齐其多 这家属她ault 就是为了帮我买药 还拎了大爷 差不多 其实我不是故意为难他 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 你都说 这件事你不用解释什么 我把它交给愚公 愚公交给你 工作饭中内的事情 当然由你来决定 不过 最早我以为你是因为生理上的问题 所以排斥女性 后来发现 你或许只是对女性IT工作者有看法 在这点上 我希望我以为能够改变你的看法 我吃过亏 人和人总是不同的 别一个而论 不过不着急 慢慢来 老大 你家属他 我是说 贝薇薇 他真的不一样 你家属他